你好 歡迎收看影響世界 你去過古巴嗎 聽說古巴爵士樂會讓人一聽 就愛上他 有一個熱愛爵士樂 但是大學以前從來沒有接受 正統音樂訓練的音樂家 他遠赴紐約追尋音樂之路 甚至跑到古巴去學正統的 古巴爵士樂 今天我們要跟徐崇玉 分享他的爵士樂之旅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今天很高兴邀请到 爵士乐音乐家Vincent徐崇玉来到棚内 崇玉你好 我们刚刚看到那个影片 其实我觉得就是音乐一下就觉得很轻松 棚内应该要放一个小酒这样 对 有欣欣向荣纽约的感觉 那是你在纽约的学音乐的时候拍的吗 对 是大多分都是我在最后纽约的两三年的 这个期间所写的作品 那是你的音乐 然后我们刚刚看到那个影像是你在录音室的画面 对 刚好我的朋友很热心 然后帮我记录了整个过程 然后也才让我现在有机会可以真的呈现给大家 然后了解到我的过去的这个音乐的历程这样 是 你以前不是学音乐的 对 我以前其实是念财经的 大学念财经 对 我本来是念财经 那你是怎么踏上爵士乐之路 这好特别 对 我也没有想到或是真的计划 不过就是一直很喜欢音乐 然后一直很喜欢被音乐感动的那种感受 所以刚好在大师的时候遇到了一些老师 然后开始听爵士音乐 然后因为其实我原本弹其他 然后有弹摇滚音乐 对 可是接触到听到爵士音乐以后 发现说这个音乐你可以即兴了 然后开始对即兴的概念就很好奇 然后才发现说原来你可以每次弹不一样 你不用说一首歌 然后弹每次都一样 你可以一直在随着你的情绪去为这首歌 好像在转换 你可以永远就去表达你自己的空间会很大 所以你那时候第一次接触到爵士乐 或是说最令你感动的是 有哪一场音乐会吗 发生了什么事 我想我第一场最感动的就是 当我的老师See So Maybe 他当时跟一个日本的钢琴家 叫做三下洋服 他到高雄演出 你是高雄人 对 我是高雄人 那时候你多大 我在当兵 对 我在当兵 然后刚好放假去听这个音乐会 然后其实在去听之前我完全不晓得 我完全没有听过他们的音乐 可是我只是非常好奇嘛 对 然后去听了以后 整场音乐会听完都觉得非常非常好听 可是真的感动我是他的Uncoach 他弹一首Uncoach 我还记得应该是Colchian的 John Colchian的一个是他是封锁的歌 然后听完我是眼泪流下来 真的假的 我是觉得因为我心里面一个声音 我感觉到说我终于听到我要听到的音乐了 我终于听到这个东西我就非常感动 因为以前我高中也很喜欢音乐 然后一直觉得要找一个人好好聊音乐 实在不太容易这样子 然后对 可是那一天我听到这个音乐以后 就让我很感动 所以我才会慢慢去 然后那天我也到后台 才认识了这位Bass 老师叫 Cicel May B 你跑去后台 就是想要找那个老师跟他学吗 还是 其实原本是要去找鼓手的 对 那只是刚好那位就是Cicel May B 他刚好就站在旁边 没事的样子 然后就很自然的就去跟他聊了一下 他有跟你说什么吗 那时候 就是其实非常的巧 我刚好问他几个问题 我问他说 第一个问他说 你是不是有一个塞封手叫Charles Roy 他应该很惊讶吧 你知道的 我觉得他应该非常惊讶 因为Charles Roy刚好是他60年代 就是组成后面这张黑胶唱片 他们60年代的时候主持 就是组成了一个乐团 那对他的生涯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那时候他大概30岁出头 然后是第一次真的在国际上 被国际上认识他 他跟Kiss Jerry 还有Jack Dijuner 对 跟Charles Roy 都是很厉害的音乐家 对 就是他们在年轻的时候 然后第一次真的被整个世界听到 然后现在已经都是大司机的人物 对 所以我就问他说 你不知道Charles Roy 他说他知道 他60年代的时候跟他一起合作 对 然后我再问他说 你是不是知道New School 有一个学爵士的学校叫New School 他说他知道 他在那边教了18年 所以就这样 我问了很简单的两个问题 可是就还满投影的 他就马上把他的住址 电话都留给我 然后我就开始跟他通信 我还当兵的时候 除了念英文啊 准备托付以外 我就是跟他通信 就是跟一个老外通信这样 对 我一直在跟他询问说 我到那边学爵士乐的可能性 有没有这个可能性 跑去纽约学 对对对 然后问他 他给我怎么样的意见 对 对 所以你当完兵之后 退伍之后 就真的跑去纽约学音乐了吗 我去学英语教学 对 我就先 你跑去纽约学英语教学 对 然后才开始遇到 那就是吸收的时候 才真的开始学贝斯 在纽约才开始学贝斯 对对 就是把我原本的吉他 等于是完全放弃掉 对 就是去学大过贝斯 就以前一个摇滚乐手 变成一个爵士乐手 真的可以这样子解释 对 当琴靠在我身体上 然后我拨下 那个弦的声音的 那个震动的时候 让我觉得我真的是很靠近这样的乐器 对 所以我很喜欢 它刚好在你的心脏的位置 对 所以整个震动 你可以跟着乐器一起震动 所以它是给我感受很特别